欢迎收看怀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 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何荣 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 透过YouTube收看的朋友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开启小铃铛 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收看 马上来欢迎今天的来宾 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硕士班教授蔡喜勋教授老师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前立委文化大学副教授郭正亮委员委员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美国共产党前亚大学主席方恩格Ross好 大家好 还有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张静大哥好 各位大家好 好 首先来关注的就是两岸之间 有外界形容这几天正在经历第四次台海危机 佩洛西走了 中共解放军的军演来了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呢 在8月3号访台离开之后的隔天 解放军从4号中午就开始展开军演 一连举行这个三天啊 军演的第一天4号 解放军朝台湾的东北西南 还有东部的周边海域 发射了11枚东风弹道飞弹 而第二天5号呢 也有68架军机 13艘军舰在台海周边演习 甚至传出有越过海峡中线的活动 那么蔡英文总统呢 在中共军演的第一天 发表谈话指出 大陆这种刻意持续升高军事威胁的作为 是不负责任的作法 同时也呼吁国际社会 支持民主台湾 共同遏止 片面而不理性的军事行动 今天最新的一个消息 带大家来看 是在军演的第三天 4P7架4无人机进到了金门上空 国军呢 则是射击信号弹来回应 好 我先请教一下 现场的四位来宾 如果我们说两岸现在的危机热度 0到100请问现在是几度 蔡老师写60度 委员50度 Russ 100度 50度 100度 沸腾了 P7 所以还没真的开战 所以特别写进去一个P7 对 是因为要抢八言吗 但是如果再加的话真的是开战了 真的 如果是下一步就真的是开战了 所以你觉得很危险 当然很危险 好 我进去要请教委员 因为委员写的是50度 表示说当然还有空间 不过这两天有一个说法是 解放军这次军演 其实就是在演练 未来两岸一旦发生战事 武统台湾时的寓座模拟 甚至不排除要游训转战 这一点特别要注意 您怎么看 对 可是基本上就是洋模 它就公开的 而且提前告诉你 是哪几天 真的要开战是没有日期的 他不会先讲的 而且随时发生 那也不会让你有发言的机会 那本节目也没有办法开播 所以我觉得他主要就是要 秀给台湾看 就是说战争是真的有可能发生 然后也秀给美国 因为他秀出一些 他这十几年来发展的军武 也要秀他的实力 那希望美国能够重新来 评估一下美中在台湾的关系 应该是什么 不过就算开战 我们还是要服务观众 因为还是要提供及时的分析 那摄影师也都要到这样 大家都得共同面对 可能改成电脑直播比较快 是啊 不过最近这个气氛真的是 这两天很紧张 那我继续请教委员 就是说台湾方面你看到 除了我们的领导人 蔡英文总统 呼吁国际的支持 到目前为止 你怎么看政府部门 还包括像国防部门 这些因应 我觉得国防部应该 讯息应该即时发布 事实上这一次日本先发布 飞越台湾岭 应该不能说岭空 应该说大气沉上 那日本就 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网站 他都是即时发布 那我们事实上也有相似的讯息 可是我们并没有发布 我觉得这个会引起一些联想 那这个需要建立制度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比较日本 那另外就是 我觉得这一次我们很多应对措施 恐怕是真的被挑战 对 因为这次特别有被拿出来讨论的 就是说总统身为三军统帅 在这个我们觉得是关键时刻 至少是两岸的TENSE 你可以看得出来是紧张的局势有升高 可是总统的应对 包括他的活动的安排 当然今天最新的是说他就是作证 他的活动 如果你讲的是第一天 是是是 事实上第二天他大概就跟进了 可是我讲的是那个具体的 军事的因应措施 比如说我举例 比如说2019年总统曾经指示 说只要跨越中线 就要第一时间紧急驱离 强势驱离 强势驱离 那这次的68架你怎么处理 这就是我们有关的那个军事的应应措施 这是恐怕是真的面对挑战 而且这次他所有的演习区都是跨中线 对 那你怎么办呢 就是我们从来没有应用过这样的模式 而且不只是跨中线 这次这个飞弹还经过上空 对 这个就是刚刚你也提到了 日本防卫省 根据他们的这个讯息是指出说 解放军在4号所发射出来的11枚东风导弹 其中有4枚是飞越了台湾本岛的上空 那么北京国防大学战略学的这个教授 叫孟祥青 他就证实 没错4枚是穿越了台湾的爱国者飞弹 密集部署的像万里新店南港的空域 有民众也质疑说 为什么没有发布这个警报 飞弹警报 平常连地震的时候都会发布警报 这个这一点怎么看呢 金哥 我想这个国防部已经提出这个 蛮完整的这个就是指示 但是大家矛头也不要全部都指向国防部 因为要发布发布新闻 也不是国防部所能做主的 通常在之前应该理论上 我不知道有没有睁开 理论上在面对危机的时候 其实有足够的时间 但是可能国家的高层都忙着去送Pelosi 所以呢没有这个就是Pelosi的行程 所以大家都在陪 然后也没有人真正想到 这个万一他离开之后 面对的演习是如何 那通常他会有下了一些指导的原则 就是第一媒体这个 发放的指导原则 以及公众沟通的指导原则 军事应对的指导原则 应该都有很多这些 因为我就这样问 您的个人意见 您觉得应该发布还是不应该 我尊重这个国家最后的结果 我不需要讲 因为我也是这个很快的 第一我曾经在这个国军中服务过 但是离开过一段时间 我觉得我们当退伍军人的时候 不要在这个时候去指寻道士 他发有发的道理 然后不发有不发的原因 但我只是觉得国家安全体制 在之前的时候 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 这个相关的幕僚没有起草 就是说这些指导的原则 万一碰到这个你要这样 万一碰到那样是这样 这就是96危机跟现在当前差别最大 96危机的时候有18套剧本 那每一个要怎么做 碰到这个你要这样 碰到这个你要这样 现在的国家的执政团队 是一团乱 我们现在有几套剧本 我不知道 我知道的话 我可能要把你灭口 假如跟你讲的话 但是我就算知道我也会讲不知道 可是你越中线 这个是几乎可以预期的 而且不但是这个可以预期的 我们今天讲一个 讲一个不客气的话 今天这个导弹越过台 就是说台湾的上空 你要想到 这个1980年5月18号 中国大陆 这个打了这个东风5号的洲际飞弹 是从西北的发射阵地打到南太平洋 那个途径 就已经是在台湾的周边的上空 所以在这种奇迹之下 这个就是弹道飞弹 无论是洲际弹道飞弹 或者是战区弹道飞弹 越过这个就是台湾的上空 这是可预期的事情 不管是空军也好 或是海军也好 其实像这两天也看到 我们的这个船舰 跟大陆的船舰 其实是非常近的 那您当过舰长 可以告诉我们 在第一线的时候 你们在船上 船舰上面你们的指挥 比如说从这个最高的指挥部 给你们下达的指令 还有你在舰上是如何 如何去做这样的指挥呢 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对于这些 所有在真正的指挥 有两种部分 一种叫做命令 一种叫指令 指令就是左转右转 那就是很简单 绝对不会搞错 命令是有一些 要弹性跟自我解释的空间 但是通常就是高阶的领导 就是在军团以上的话 这个身为就是下指导 指导通常就是框 我希望达成什么 哪些事情你绝对不能做 哪些事情是你绝对要做 剩下你在当前 你知道不要样样启示 这就是为什么付钱 给你啊 让你当指挥官 你自己要决定 那你怎么判断对方的来意 就是 所以有些东西 有些决策 要靠你自己来做 这个东西啊 基本上来讲的话 叫做这个 在美军叫做 Mission Oriented Command 但是啊这个叫做 德国啊 在原自普鲁斯的 Strategic 在这个地方的话 基本上来讲 就是说有很多决心 你要不要当场去啊 就是下决心 有很多东西 你必须靠自己的判断 但是随着状况在那边提升 它对于啊 这个前线关闭的约束 或者说是 这个我们讲说 我们这个飞机要起别之前 有任务提示 任务提示 就会做得很详细 仔细让你要再 告诉你相关的规定 去讲一遍 但是啊 所有这些东西啊 都是理想状况 到时候 最后打的手忙脚乱 所以我们通常讲说 打起战争上啊 谁能够啊 不手忙脚乱 谁就会赢 今天我问一下 昨天看到 陈弓箭 跟对方对峙 是啊 那个我们陈弓箭 是不是进入对方的演习区 我不知道 看不出来是不是 海都长得蛮像的 但是我只是跟你讲 有那张照片啊 讲说 只能让我证明啊 还有今天还有一张 就是从解放军那边 照到我们的 这就是诺克斯级的 从这两张照片 我只能讲说 这个对于台湾而言啊 中华民国国军啊 这个尤其是中华民国海军啊 绝对可以挺起胸膛啊 这个来面对国人 绝对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 但是呢 我们也不希望啊 真正的接战起来 我必须很伤感的讲 今天是8月6号 我们曾经在8月6号海上冲突 吃过败仗 这个任何一个战争啊 之后带来了 都是很多伤感的回忆 那所以到这个情形 我想 我认为啊 大陆也是希望是武贺 他也不希望真正插枪走火 所以呢 我今天讲说这个两个碗啊 是糠在一起才会想 所以我们这边要自治 我在这边也会要呼吁 共军那边也要就是要自治 大家要冷静 对 对 大家都是为啊 这高层的政治在服务 但是呢 在这个情形之下的话 就是说 双方大家都要摆出支弹 对 所以在这边而言 就 就照相的效果而言 我相信大家对各自的老板 都应该有个交代了 我接下来请教一下Ross 因为这一次佩洛西走了以后 其实呢 引发解放军大动作的军演之外 当然也对中美关系 投下一个 大家说震撼弹 大陆外交部已经宣布了 针对佩洛西呢 除了个人还有他的直系亲属 做制裁以外 另外有一些反制措施 三取消五暂停 取消安排中美两军战区的领导通话 中美两国的这个国防部的工作会晤 也取消了中美海上军事安全 磋商机制的会议 还有五个暂停呢 打架暂停 中美非法移民的遣返合作暂停 中美刑事司法协助合作暂停 中美打击跨国犯罪合作暂停 还有包括中美禁毒 中美气候变化的商谈 这八项的反制措施 第一个我想请教你的看法 而且当然这个也有分析是说 其实这样的反制措施 会影响到美国 但也会影响到中国 观众朋友都知道 我常常在节目 批评拜登政府 还有民主党实行外交政治的时候 他们爱开会 所以当然他们会很伤心 因为我没有机会跟中国大陆去开会 不管是在美国或在北京或在公共 现在都是现场开会 他们真的很喜欢开会 比如说我们这个气候变迁的沙皇 John Kerry 对不对 参议员前国务卿 那现在没办法跟中国大陆讨论 气候变迁正式 对不对 那是第八项 那真的会很难过 但是事实上 这些 我觉得这些外交部 就中国外交部 宣布的这些措施 某个程度上意义不大了 因为这些中式合作平台 我们都知道会开会的时候 中国讲他的立场 美国讲他的立场 等一下 你的意思是说 八项反制措施的影响 对美国来讲不大 我觉得对双方不大 那这个跨国行事合作这些东西 其实如果是国内 美国国内一个案件 或中国大陆国内一个案件 那当然比较好是 你可以拿到国外的一些证据 对不对 那没有的话 那你就继续检察官 相关单位 那继续做他们的工作 而且其实这方面的合作 已经不是很密切 尤其是从反送中抗议之后 美国是主动取消 跟香港类似的合作 所以从那个时候 大陆 不管大陆香港 跟美国这方面的合作 其实几乎是已经是零 那非法移民 如果美国 大部分是在美国抓的 中国非法 不是在中国抓的 非法美国 美国人比较少 那美国抓到 其实在美国非法移民的中国人 就是把他们放在船上 然后把他们放在船上 所以其实不需要很大的合作 你把他们送到机枪 身份没有辨明 他不接收的 是啊 对啊 这是中国的问题 真的不是美国的问题 不是 因为你没有接触过 遣返的工作 遣返真的是在送上飞机之前 他要确认 那边拿到 同意 确认 真的有这么一个人 他才上来 今天我们请蔡老师 特别也帮我们看一下 对不起 我这边要提醒一下 大家解读这个中文要注意 那不是永久取消 那表示说 这有一个很快要开的会 而这一次取消 我认为解读的时候 要非常非常小心 并不是永久了 他是暂时了 他也就是三个跟会晤跟会议 是说现在这个 这一把取消 就先按pause 对 而不是永久 terminate 这两者差别很大 terminate的话严重 其他的正在是 零零碎碎的 经常密集性的接触 他用暂停 我们解读的时候要很小心 好 这个蔡老师 我想请您帮我们看一下 因为这次这个解放军 发射东风导弹 日本也是高度关注 尤其我们刚刚提到的防卫省 他们呢 在4号晚间他发布消息说呢 这个发射的导弹当中 那么有4枚 刚刚讲说是飞过了台北的上空 但是呢 其实有5枚 这个飞弹是调到了 这个日本的专属经济区域 蔡老师 我想请您帮我们看一下 因为这次这个解放军 发射东风导弹 日本也是高度关注 尤其我们刚刚提到的防卫省 他们呢 在4号晚间他发布消息说呢 这个发射的导弹当中 那么有4枚 刚讲说是飞过了台北 台北的上空 但是呢 其实有5枚 这个飞弹是调到了 这个日本的专属经济区域 我先想请教蔡老师的是说 因为我们曾经支架 就是说日本 曾经安倍那个时候 有说这个 日本曾经说 台湾有事 那日本就有事 那所以这是日本的态度 你的观察是 我们先来解释一下这个东风这个名词 那东风名词 这我个人猜的 应该是来治疑诸葛孔明 他以前可能有句话叫做万事俱备 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所以这个东风可能是在那边 但是我小时候就想说 诸葛孔明他是最聪明 我们的教科书这么写 突然有一天我发现了 诸葛孔明最后是吃败账的 那为什么吃账账的话 可能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他的主人的一个关系 第二个是因为他年纪的 身体不是很好 所以这个东风为什么会来呢 那这会就跑到日本这一块里面来了 那因为这一次的话 到日本的EEZ 就是我们想专属经济区的话 日本就要排他经济水域 为什么会掉进去 当然他一定不是物色 他一定是告诉日本说 我就是有办法会射掉里面去 可是这第一次射进去之后 代表日本什么样一个反应 他终于来了 那这个终于来的话等于是说 我们日本他战后就是 维持一个叫做专守防卫 他一直想要去突破这个专守防卫 你非但射进来之后的话 是不是他们的一个防卫省 防卫省就有办法去跟他的国民说 我占的GDP要升到2% 作为一个防卫费 他就有办法去解释了 所以等于是给日本抓到一个着力点 有助于提高他们 本来想要推动的国防预算要增加的 对吧 那我们再从另外一个 过去来讲的话 会射进去的大部分都是北韩 那北韩的话 他这一两年还是蛮自制的 2017年我记得 那时候北韩有发射 然后日本有发布警报 对 这件事情 对 他们叫做J Alert 那J Alert的话 有点像我们的应该说像地震 我们手机突然会响 或是说我们的防空警报的时候 这个他们也会有 他们会去公布呢 可是我们再看一下这一次的话 是往西南珠岛去射了 那我们用一个照片 来给各位做一个解释 这是日本招致电视台的 那他就会看到海上百万厅 就会传来一个传针 那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 这个什么时代的 怎么会有一个Fox 这种东西 他们就喜欢这种东西 传真 就是传真过来了 那传真过来的话 就会看到所谓的云纳国岛就跑出来了 那云纳国岛跑出来的话 当然的话他就会去问他们说 这个是不是经常有的一件事情 可是他们说没有 这是第一次 那这个第一次的话 那我们就会刚刚主持人您所说的 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日本有事 事实上它后面叫做日美同盟有事 那我们台湾的话 一般来讲叫美日同盟有事 我认为这就是不对的 应该讲日美同盟有事 他是会把日本放在前面 等于是说 我们台湾可能还有一个误解 以为说日本可能会很 怎么讲 就白白去帮我们 他们并不是这样子 他是说台湾如果有事情的话 日本会被卷进来 就好像这一次里面一样 你那个飞弹射进去 等于是他被卷进来 那一被卷进来之后的话 那日美同盟就会被卷进来 所以这一次射进去的话 就回到刚刚的一个很好奇 东风这个名词 应该是来自于诸葛孔明 可是诸葛孔明最后是持败仗的 那我们再从这100多年的历史 来看的话 那这100多年来 一个行为模式去看的话 等于是给日本一个机会 它去跳脱专属防卫的一个动力 好 这次有媒体也形容说 是第四次的台海危机 那第三次大家就熟悉的是 1996年 中共在台海试射飞弹那一次 这个麻省理工学院的政治学教授 叫傅泰林 那么比较了两次 这是96年的 这是2022年 就是今年 最近这两天的 那么比较两次飞弹危机的范围 这一次高雄外海 而且离高雄非常的近 最近离高雄港是距离20公里 1996年 危机当时负责制定应变计划的 一位战略专家张荣峰 大家也熟悉 他表示说96年的时候 对岸的飞机是没有越过海峡中线的 飞弹也是设在外海 但这一次军事演习 明显已经侵犯到 台湾的领空跟海域 代表对岸的军事力量 跟当时完全不同 1996年跟2022年 现在时空背景 当然大不相同 两次飞弹危机 怎么比较 委员您觉得 这个差多了啦 当然不止对方军力 而且还包括军情的收集 96年还爆发那个 刘连坤事件大家都知道吧 事实上他不是只有讲空包弹 事实上还包括他拿到了 561的这个作战计划 是 那我们拿到之后 就立刻交给美国 所以美国才派两个航母过来 所以整个他演习的步骤 我们都知道 那你认为我们这次知道 他会有这个中线 跨越中线的六个区的演习吗 如果我们事先知道 我们可以让佩洛西来吗 诚如刚才那个蔡老师所讲的东风 他认为是跟诸俄孔明有关 其实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 就是那个东风 毛泽东 对啊 从毛泽东那个用词而来 所以我们也知道 到底有很多东西 这个东西它的原忧就是什么 我是觉得 这个 假如我们对于我们的对手 不能价值中立的去分析 这终有一天都是自我欺盟 不过靖哥啊 这是那个中共东部战区 为了要确保他的语言美国看懂 他有特别讲 说这个东海的那个射击 是实弹射击加区域句子 他把这四个字加进去了 这个东西我就讲说 他们也有一批人专门去学 他们美国 因为以前的所谓的文宣 或者说新闻官 现在的名词叫做战略沟通 所以他特别要用 就是说对方了解的管道 以及对方了解的语会 就是这个东西加个扩乎 这个东西就是这个 这个日本方面 这一次针对我们刚刚提到的 就是飞弹落入他们的专属经济 海域这个事情 那个防卫大臣暗信部 已经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也透出透过这个外交管道 那表达抗议 那刚才讲说日本余纳国岛 是在日本的最西端 跟台湾大概只有110公里的距离 解放军的动作 你会怎么解读 解放军的动作的话 就是告诉日本说 我有一天如果说攻打台湾的时候 你不要过来 可是这个对日本而言的话 他们也会去做一个分析 他们也是很 应该说蛮客观的分析 我们用他们两个一个分析 data 来去给各位专重做一个解释 这是美国的 Rose可能不要太熟悉 因为他是美国人 你是真的美国人吗 OK 独假包换 因为1999年的时候跟2021年 这是他们的一个分析 就是军力的话 确实有一个偏差 偏到 美国的力量在我们这边的话 确实有小了 那小的话日本可能要 就去补这一个空间 那我们再看一下 2022年就是刚出来的防卫百数 防卫百数在2022年之前 2021年跟现在是一样 但是2020年的时候 会把台湾放在中国里面 但是到这一次的话 他会把台湾放在 美国跟中国的里面 所以我们台湾等于是 美国跟中国的一个竞争 变成是一个舞台 而且他会强到 所谓的军力的一个平衡点 那这军力平衡点的话 日本他们就会解除了 中国大陆他已经有力量 可以射到这里来 那既然射到这里来的话 那我们再来要做 所谓的反击能力 他们一直在讲 叫敌机力攻击能力 最近统一叫做反击能力 那反击能力的话 他们要怎么去做 因为我们刚刚跟各位观众解释 战后他们是遵守一个 叫做专守防卫 那这个专守防卫的话 你已经打到这边来了 你也实践在这边 那我怎么样去做一个反击呢 等于是说他用这个去做 那做的话 大概我们会看到 第一个就是所谓的飞弹 他可能会再加强他的 飞弹的研发 然后挂上飞机 可以直接射到大陆的一个基地里面 这是他们现在的一个解读 所以他就是警告日本 说其实我是可以打得到这个区域的 那你不要轻举妄动 是这样子吗 我要补充一下 就是说这个里头 那个后续的效益 因为刚才蔡老师 把2022年的防卫白笔书拿出来 我想要提醒一下 今年的1月就已经这个 现在的政府案件文件 其实就已经提出来 他要修订有关安保战略 然后安保战略之后 这个防御大纲也就是为期十年的 还有后续的要 就为期五年的中期防 都要在这个2023年要出来 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整个情势的变化 如何能够显示 而显现在2023年预计要完成的就是 这个在2018年去修的这个防卫大纲 以及当时这个2013年所修的这个 就是安全保障 这个就是整个白笔书 我认为这个是蛮一个重要 明年要大修 对 今年已经开始大修 明年年初要出来 对 而这个时候发生这个 里头的内容就会有很大的变动 所以我认为这个其实也是 什么事情都凑在一起 那我也觉得到时候我认为 各方都应该好好去读一下 这两份文件 我现在就是看到 除了军事上面的战争 当然现在大家也就 最近这两天还关注的 就是除了实体战争之外 还有包括虚拟 我进一步要请教这个RAS 而且不只是在虚拟网络上面 同时在经济上面 外交上面 其实都会有这样的一些 所谓的反制的作为 那台湾如果一旦陷入战争的话 就会面临到像是能源 经济 资讯 这些非实体形式的这个弱点 那特别在能源方面 因为台湾是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 所以有一位经济学家 叫做Mark Williams 他说台湾在粮食方面 几乎是可以自给自足 但台湾最薄弱的环节 就是在能源 他就特别指出了天然气 这个天然气 这个台湾天然气的除槽周转天数 全年平均13天 远低于韩国的53天 中国大陆是51天 日本36天 那除了实体的军事威胁之外 我想请教Ras 就是说 面对能源资讯 包括这两天 你看资安 大家也在讨论 经济这些方式 台湾准备好了吗 你觉得 我不同意这个学者 某一些说法 尤其是在粮食 台湾可以自助 或许是因为我太调食 我都吃比较 你吃素 吃很多进口的东西 不知道 我喜欢精品 但是我真的不觉得 台湾在粮食可以自助 真的是没办法 所以这个也是依赖进口 能源也是依赖进口 经济是依赖出口 我猜将来几个礼拜几个月 我们会看到 美国跟台湾有很多 就是双边对话 讨论这些相关议题 那会不会有具体的措施 我不太乐观 但是一定会有很多很多讨论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到欢迎全世界 继续讨论 好 不过看到这次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他访台造成东亚地缘的紧张急速升高 他离开之后的下一站是韩国 然后但是没有见到 这个韩国的总统尹席月 他们是透过视讯见面的 韩国之后是日本 佩洛西呢 在5号跟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用早餐会的行事 双方见面了大概一个小时左右 美日双方也表示呢 将会持续合作 维持台湾海峡的和平跟安定 岸田文雄则是要求中国大陆 立刻停止军演 不过在同一天也看到 好 在钱普寨首都金边 所举行的东南亚国协的外长会议 当日本的外务大臣林方正 在发表演说的时候 大陆外长王毅 跟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 两人都当场离席 所以请教蔡老师 因为今年正好也是中日邦交正常化 然后中日建交的50周年 面对现在突如其来最新的局势变化 岸田文雄您觉得他会如何处理目前的状态 我们先来解释这个字眼 叫正常化 以前我还是弄不懂 到现在不一定很确认 一般来讲就是建交 那为什么叫做正常化 可能就是说1972年之间 它并不是他们那样一个正常 那至于岸田文雄的话 外界对它一个概念 可能它看起来就是柔柔弱弱的 可能对中国会比较温和一点点 当然日本或是有些人会说 所谓的过去到现在是用正经分离 去跟大陆来一个交往 我个人岸田文雄不管它怎么样去正经分离 应该是要把外交安全保障 跟所谓的应该其他东西切割来看会比较好 在安全保障这一块是不会变的 那既然不会变的话 刚刚主持人问一个问题 现在台湾的两岸的关系是几度 为什么写个60度 60度的原因就是59是不几个 60就可以到100 只要进600就定到另外一个阶段里面 所以岸田文雄对于中国的话 你已经进到60了 那60会冲到70 80 90 到底哪里我们不是很清楚 岸田文雄他们这一次来讲 会有一个 为什么王毅外交部长会那么生气 你这个G7所谓联合声明 那G7联合声明的话 他们叫共同声明已经写了这么百 所以他才会离席 他说我不跟你们联邦 日本也残一咖 对 所以日本已经被归列在G7这个集团里面 可是事实上本来日本 他就一直以G7作为一个主体了 那最后一个主体的话 岸田文雄的话 他可能在应该说8月10日的时候 他们要做那个改组了 那那个改组的话 这一次林芳正应该会留下来 所以在外交上面来讲的话 大致不会有太大的一个改变 可是我们可以观察一个人 因为那个岸信夫 他生理真的不是很好 他个人的生理真的不是很好 所以他这一次应该就会下台一举功 那我们就会看一下下一个防卫大臣是谁 目前有看不出台面的是谁吗 现在没有看到 没有看到 那如果我个人的话 我可能会期待高市早苗 高市早苗 如果他的话 他可能会 如果是他的话 他的话 他的话可能下次又有节目可以上 OK 我刚刚替蔡老师讲 我个人以为他已经接到电话了 但是那个才是重点 下一位是不是对台湾这个议题那么有兴趣 甚至自己对台湾有那么大的感情 没错 可是这个我可能会有意见 因为我刚刚所说的 外交跟安全保障绝对要切割来看 我们台湾大部分都讲政经分离 政治都等于是所谓的外交跟安全保障 都放在一块 日本在安全保障的话 绝对是很冷静去对待的 相对来说是比较理智的 对 因为当然希望现在大家都能够守住那个理智线 不要让理智线断裂 不过Ross我继续请教你 北京国防大学战略学一位教授孟祥青 这位将军他表示 这次解放军选择六个区域 进行飞弹试射 是因为这些区域的位置包围了台湾 还能够拒止外部势力的干涉 那其中这个位在台湾海峡最狭窄的部分 其他区域则是分别用来封锁主要的港口 或者是攻击台湾的三个主要的军事基地 当然还有一个面向台湾南部 形成一个关门打狗的一个态势 好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就分析说 美国除非是愿意冒着核子战争风险 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否则对于中共对台湾的海空封锁 恐怕是难有作为 这国家利益杂志的分析 第一个先请教你怎么看 另外从这一次他们认为说 美国除非是真的愿意冒着风险 否则是很难突破中共对于台湾的封锁 这件事情你觉得成立吗 目前来看是成立的 但是这个显示到一个 算是美国政治的问题 因为川普只有执政一个任期 就换一批人 我的意思是说 美国国防部 国安会都换人了 那就是因为政党问题了 所以很多政事和想法没有延续性 这是一个好严重的问题 那另外我们看目前国防高层 美国的大部分是欧洲比较熟悉 中东比较熟悉 毕竟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打仗那么多年了 但是真正在东方有相关经验 是会到美国的高层 国防高层 其实这个是已经很多年美国的问题 甚至在欧巴马任期或小布希的任期 Fast forward down 现在2022年拜登执政的时候 不管是国防部长或Mili 我们这个常谋长 其实很多人他们的career 都是划在另外一个地区 不管是中东 非洲 欧洲 所以真的很难熟悉 所以像这个国家利益分析 这么strategic的 operational这些小细节 我是怕我们目前美国很多高层也不熟悉 美国其实也不愿意正面的跟中国发生冲突 尤其是军事上面的 不过这次的飞弹军演 我进一步请教靖哥 凸显出的另外一个议题是 日本跟菲律宾这些邻国 对于确保台湾的重要性如何呢 那面对这次飞弹 试试干扰到整个台湾外围的空中航线 我们看到航班取消了非常的多 那我们的台湾的交通部长王国才表示 民航局会跟日本 还有菲律宾协调替代的空中航道 不过这次的这个安排 主要是针对像民生 经济方面 那我的问题是说 如果有一天台真的发生了冲突 是军事上的 日本跟菲律宾会像这次一样 愿意借到吗 我想首先我要讲一下 我不是要交王国才的冷水 真正要去找到替代航路的是航空业者 航空业者要重新要去拟定飞行计划 然后要计算成本 而不是说是任何航政的主管机关 而且不是跟日本跟菲律宾协调 而是跟相邻的 非航情报局之间的业务协调 整个闲界 因为你今天说我要借条这条路 人家那个路要有空闲 而且也不会影响人家飞安 而且民航业者要计算成本 所以这里头 我觉得交通部长 交通部的市长王国才去讲这个话 不是讲得很精准 因为真正的实际上航空业者 就是运作不是这个样子在进行的 但是刚才孟祥卿所讲的 那个讲说这个六个区域 各有他战略利益 我倒是要讲一个事情 我觉得他讲的是外航话 怎么说 海上的操演区未见的就是未来的交战区 我只要去拿一个很简单的历史 这个以前在20世线炸弹的时候 日本整个的帝国的舰队 他的这个就是说海上远程的操演 是Bismarck群岛 都在那边年年在那边出操演 你去看看所有实际上发生的海战 珍珠港 这个瓜达康奈尔 或者说是中途岛 或者塞班岛 或者一路这样下来 没有一个是当年帝国舰队的实际的操演区 而且我们在战史之中也是很残酷的 西里芬计划 齐哥飞防线 这个马其诺防线 大西洋长城 所有事前在那边准备的地方 跟真正的交锋也没有关系 这个北海的道格丹海战 日泽兰海战 也从来 在那个地方从来不是操演区 所以这个孟祥卿将军 基本上是按照陆战的思维 去在那边去推演这个东西 海战的思维是 敌人的船在哪才会在那边交锋 而不是去守一个海域或空域 那个是没有意义 那不是一个海战的思维 所以我是觉得 你看到穿绿色衣服的人 出来评论海战的时候 要很小心 我要不重说明 就是关于菲律宾 因为菲律宾外交部有发一个声明 但是一定是会让台湾的美国非常非常失望 怎么说 只有三句话 声明是什么? 声明三句话而已 三句话 第一句话 The Philippines is concerned 很关心 我们菲律宾有一种政策 那是第二句 那第三句 菲律宾是呼吁大家克制对话 就这样而已 没有前置 这么简单 对 也没有前置中国 那台湾一定会很失望 菲律宾临近国家 也是跟中国有主权争议 对不对? 但是没有在第一时间前置中国 这个东协至少他发的言比他还要 东协有另外一个声明 但是那个操演区都已经进入到 这个菲律宾的就是防空识别区 而他发的是这三句话 维维恩怎么看东协这一次在 看到了这个军演之后 因为我们看到他是呼吁大国之间 有最大限注的克制 不要采取挑衅的行为 可是他们也有提到 我们都有一种政策 对不对? 是啊 怎么看他们的角色 就是全亚洲只有日本 站在美国跟台湾这一边 连澳大利亚 那个Aberlis Aberlis被问到 他怎么回答你知道吗 那是美国跟中国的事 对这我们等一下也会好好的聊一下 可以回答 对 难道台湾有事 相对来说是 他就不愿意回答 跟Morrison完全相反 没错 他不愿意介入 Morrison还说他要 协助台湾进入第一岛链 那东协呢 你觉得 东协那个叫做台面化 他当然希望区域稳定 那不想在中美之间占边 所以我觉得他本来就是 都是这样回答 维持一贯的立场 对 不你应该是 好奇是 韩国菲律宾跟澳洲 为什么会这么保守 原因 这个都是美国的盟邦 你觉得呢 为什么会 不显然他们对佩洛西 无端来访 造成的这个事件 他们不以为然 所以隐其乐就去度假 当然啊 当然是因为这样 你要这样讲的话 印度 那个 印度 立陶宛 这个 你想想看我花了多少时间 去结交这个 原来 俄乌战争打的时候 谁要反对乌克兰的 好像都最大恶击 乌克兰又讲什么话 好 好